CrossFit的競賽項目呢 往往都是未知的 在世界型的大型的CrossFit比賽中 選手出場前呢 通常會不知道比賽的項目會是什麼 那在這次的體育表會的競賽項目呢 限制時間四分鐘之內 前面四站是為消耗的項目 消耗項目做完之後呢 第五站將會是由使用我們的划船機 作為一個最大的距離的衝刺 划船距離越遠者就為勝方 這是這次體表會的精彩項目 這一次體表會我們喬喬心有提供CrossFit這個表演項目裡面的產品 像一個器材 我們有提供這次划船機的部分 那CrossFit這個比賽呢 是比較多元的 跟比較融合不同訓練方式的一個比賽項目 以上呢 就是喬喬心的器材介紹 以及CrossFit的相關表演賽事的介紹 想要看更精彩的表演 請鎖定921的體表會 到時候見 掰掰